嗨 大迪来了 我现在在2023外滩大会的现场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寻找那些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硬核科技 从外滩出发 探索科技的未来 2023外滩大会于9月7日至9日在上海举行 观众可以通过听 逛 玩 线上线下沉浸式场景化 全方位体验前沿科技的魅力 谁说硬核科技看不见摸不着的 听说前面飞过来一只大山雀 竟然还带上了卫星摇杆技术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您面前呢 就是网上一行大山雀系统的互动装置 模拟的是农户 在手机上点击几下圈出自己的地块 从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获得信用贷款 那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我种的是玉米 刚刚圈出了一块四边形的地 现在就可以开始计算我的额度了 大山雀系统目前是用在哪些领域 它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山雀系统现在主要用在农村金融领域 解决的是农户资产评估难的问题 传统上金融机构一般使用人工或者无人机的形式 去对农民的地块做评估 因为这是它最主要的资产 但是实际上它们的效率率 然后准确率也不高 那老商银行呢 是全国首家使用卫星摇杆 去评估农户地块的很好 卫星它能在一周的时间内覆盖全国的地块 然后迅速地获取农户的种植面积 和种植的粮食的作物的类和生长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准确地获知农户的资产的状况 从而依据这个来为它提供金融付款 除了农户外 小微同样使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群体 针对这部分人群贷款老大男的问题 网商银行可以做到三分钟申请一秒钟放款 全程零人工干预 通过这个百灵系统真的可以拍几张照片 就能证明自己的经营状况吗 是的 网商银行百灵智德交互封控系统 通过人机对话 计算机视觉 知识图谱等技术的综合运用 实现对小微企业经营者的画像的精索还原 从而提供更匹配的信贷服务 目前已经支持包含活动发票在内的26种凭证的识别 以及工程车辆在内的400多种细密度的物体识别 识别准确率在95%以上 从科技出发聚焦于产业落地于应用 外滩大会更多硬核科技等你来解锁 关注银行新线带你体验有趣有料的金融